哈囉大家好,我是NG 今天要來分享兩個玩暗黑時大家最常問的問題 第一個是Lag怎麼處理 第二個是這個遊戲現在值不值得買 那我們先來說Lag的部分 遊戲伺服器剛開的時候 很常會發生Lag卡頓這種情況 但目前玩到現在一個多月了 我覺得這個情況大幅的改善 可能是他們有優化他們的伺服器吧 所以目前Lag的狀況比較少了 那要調整的話就來設定的影像這裡 影像這邊 這個垂直同步我不知道有沒有實際的效果 但是我把它勾起來了 然後再來是效能的部分 如果你是NVIDIA顯卡有這個 深度學習取樣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效能 你會有點幫助 那前景幀數就固定在60我覺得比較好 像我之前沒有固定 它會跑到140吧 我不確定有沒有影像 可是我改了之後覺得就是舒爽 那品質的部分都調中低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你把它調到最高 像我的電腦配置調到最高不是不行 可是電腦會很熱 然後那個風扇感覺會轉得很濕地 聽不到聲音 但它那個熱氣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努力了 所以我把品質都調成中低 之後我覺得我的電腦就很舒爽 感覺沒有那些詭異的熱氣舒服多了 那這邊有個畫面扭曲 取消可以提高效能 把降低特效勾起來 也可以提高效能 影像我覺得蠻不錯的 整體綜合下來 再加上它伺服器的優化 我目前很少遇到Lag的情況 哪怕有遇到Lag 也大部分都是伺服器的問題 因為我剛好跟別人在組隊的時候有Lag 我就問了一下 就是那個時候Lag的時候 大家都在Lag 所以不擔心你的情況 那第二個選項的部分是社交 社交的下面有個跨平台遊玩 你開啟它就遇到其他平台 像是你PC 你開了就遇到PS5 Xbox這些的 以前有人分享過把這個關掉之後 它的Lag的程度就改善很多 那前一陣子因為很Lag嘛 後來慢慢改善之後 我不確定有沒有什麼影響關聯 但我是關閉的 我不開啟 除非我要跟人組隊 它有個小BUG 你關掉如果人家打開 你可能是碰不到的 所以平常在你單獨遊玩的情況下 你把跨平台遊玩取消掉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東西改很麻煩 你還不能在這邊改哦 你要ESC 離開遊戲去懸角畫面 那邊再按ESC進設定 才能做修改 好那這個就是Lag怎麼處理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說說大家最常問的第二個問題 這遊戲值得買嗎 那我們就先講結論比較省時間 後面再講一些原因 你就自己參考一下 結論就是我玩了到目前為止一個月左右 每天大概都玩兩三個小時 我真心覺得它不值得買 因為它很像是一個半成品遊戲 只完成了50% 但如果你很熱愛暗黑系列哦 喜歡玩這種打寶遊戲 或者是像我就是喜歡玩覺得算了沒差的話 那可以買 但如果你還在猶豫要不要買 你覺得它很貴啊 你覺得這個價格怎麼這麼高 你還很猶豫在思考的人 我真心建議不要買 你如果想玩 那你就等它7月中之後的賽季更新 然後甚至在有可能兩三個 四個重大更新之後你再看看 那不推薦的原因有很多 我們就隨便細說一下好了 像我說的它完成品50%的部分 我們就舉之前比較明顯的問題 就是這個惡夢副本 之前這個惡夢副本你開了之後 你要按地圖然後一路跑過去 現在更新之後你才可以直接傳送 可是這個情況這個設計 很明顯是你在遊戲開發的時候 就可以做好的設計吧 而且暗黑3好像也是一樣的狀況 一開始也是這樣吧 後面很多更新之後慢慢的改善 優化變得越來越好 也就是說暴雪已經有這些經驗了 可是它並沒有把這些優化的部分放進來 反而就是給你一坨很原始的東西 所以它的完成度才會被人家罵爆說很差啊 50%就拿來賣啊賺錢啊 然後其他部分像是好比說倉庫業太小 你看像我光是玩一個法師 我的道具就要塞滿了 我每天都要整理 可是我就是一個喜歡收藏的玩家 但我卻沒有足夠的空間放 或是一些專門的頁面來放 那很奇怪吧 這是一個打寶遊戲耶 我可能今天玩A流派 明天想玩B流派 後天想玩C流派 那我三個流派的裝備我都要準備好吧 可是空間可能根本就不夠 我現在光是一個獵片兵法的裝備 跟預備裝備 跟我可能覺得它不錯的裝備 我光是流起來 頁面就快塞滿了 然後這些微能素質頂的 我可能轉值會用到的 都留著就塞滿了 再來說這個寶石 也很佔空間 一個佔一格 可是你根本用不到這麼多 所以他們官方說下次更新 會把這個部分 寶石變成材料 可以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設計不是也是一開始就可以有的嗎 為何又要拖到等下一個賽季 類似這樣子 反正有很多 離開啦奇奇怪怪的地方 沒有設計完 講不完啦 太多了 所以很熱愛暗黑 你就是想玩的話 那OK你現在買 反正也快要賽季了 你可以先玩一下練個等 等賽季之後再看看怎麼樣 那如果你還猶豫的話 真的就建議不要買了 再看看啦 好 以上就是兩個大家比較常問的問題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想問 或不懂的話 都可以在我直播的時候 來找我 有問必答 只要我回答得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